大家好,我是超神龙哥哥 这期节目我们来盘点一下庄园四大失踪人口 第一个失踪的是小女孩 在官方剧情中,侦探受到傅三的邀请来庄园寻找小女孩 但是从庄园留下的种种迹象和官方宣传片中不断出现了彩蛋 我们推测小女孩可能早就已经遇害了 失踪等于遇害吗? 我们看一下庄园其他的三个失踪人士 第二个是二蕴儿 这个失踪的求生者在新手教程的剧情中出产过一次 然后被小丑扑倒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二蕴儿可能已经遇害了,否则不会一直不出现 第三个是皮皮扇 我们知道皮皮扇在园丁日记中失踪的 我们很多的玩家都推测皮扇曾经被园丁装在了箱子里 当然园丁最后是焚烧了箱子里的稻草人 但是园丁中途离开过箱子一段时间 不少玩家推测皮扇可能利用这个时间从箱子中逃脱了 否则最后稻草人被焚烧时 如果里面有皮皮扇的话 不可能稻草人没有任何的反抗和挣扎的迹象 那么失踪的皮皮扇是逃出了庄园吗 龙哥的推测应该没有 我们知道官方曾经公布过一份死亡名单 这份死亡名单有大多数第一批求生者 第五人格游戏的策划思路可能有参考无人生皇 最后是并没有哪个求生者真正的逃出庄园 这个从小女孩二蕴儿的失踪可以看出 皮皮扇就算暂时逃离了军工厂 但她也无法走出庄园 她可能在庄园的某张地图中上升了 这里也包括了第四个失踪的人物野人 我们在前锋日记中知道野人失踪了 似乎野人通过跳窗逃离了庄园 游戏中剩下傭兵前锋魔术师冒险家 但这四个求生者都在第一批死亡名单上 监管者不会让求生者离开庄园 暂时逃离地图并不代表真正的能离开庄园 所以野人在前锋日记中的失踪 也很可能是她早就遇害了 庄园的四大失踪人口 二女儿皮皮扇 野人小女孩 她们有不同的故事 可是结局都是类似的 可能都遇害了 失踪可能等于遇害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哦